各位大人 各位前辈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各位同侪 下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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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光 自少年起 游学南洋 欧洲 游赌西欧之国强民富 心有艳羡 唯有加倍努力 学习西学 然泽 数年间致为痛心者 无论个人做到何种地步 仍被他国人视为 莫等公民 东亚并夫 待崇光归国 触目惊心者 国弱民穷 国弱则背欺 民穷则思辨 此成无国无民 危及存亡之丘也 事故欲兴各个人 必先兴国 兴国之道 必先富民 富民之道 莫过于实业 实业兴 民乃富 民兴顺 国乃兴 李家七代为商 可谓久矣 世农 工商 商 在中国 相被视为末流 既以某僧祖论 家资万贯 曾受 道光皇帝 亲自顶待 然 终以抄家 吉末 伸手易处 以某祖父论 一生三起三落 父时可以敌城 穷时不明一席 见县令 乃自称贱民 欲官非 不敢争短长 以家父而论 少年时 往南洋做实业 发达后 仍归神岗 欲以实业 寄一方百姓 数十年乐此不疲 然 仍不免牢狱之灾 击尽死定 崇光留学前 从未家父 何如 做南洋 以富家翁修意 家父沐渝 辱之发肤颜色 可改护 不可 故物论矣 无不知 舍此 宁有他徒 崇光年少无知 然几年前 关世界之潮流 商人之命运 使昭示 国家之命运 商人 于国家中之地位 使昭示 国家 于世界中之地位 方身业 一及家父之言 悄然而叹 此盖中国 商人之命运 此盖中国之命运 然则 此国家 于商人之命运 宁可改造乎 好 好 小子 何德何能 仰赖政治清明 诸位大人垂青 祖宗隐蔽 兄友台爱 铁刃总办一职 诗云 人之其一 莫之其他 战战兢兢 如履国兵 如临甚渊 此崇光之心态 干因国家 祖宗 长辈 朋友 同侪之命运 皆细于崇光之身 崇光 虽为一节朽木 此时 敢不生根开花 总结四个字 落在十处 每一个进货环节 要落在十处 每一个生产环节 要落在十处 大学之道 再明明德 再新民 再止于至善 修其至平 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为伤之道 亦有所本 本乎朝廷 本乎庶民 本乎利益 非 相道之大 莫过于品 莫过于信 品为三口 信为人言 可见品 信 接触于天下人之口 言而有信 众心成成 言而无信 众口塑尽 于官府海外百年企业 无依 以求利为本 而以品信夺天下 则其一而守之 乃之积业长青 是故华南制造局 第一要务 即恪守品信 再商言商 不因朝廷和庶民之入骨 而有别 不以官家与伤身之意志 而忘本 为当满足天下人之求 天下人之欲 天下人之平 树机能力稳脚跟 图谋发展 若不然 无恐国门之不出 突然高歌猛进 内斗不止 自毁长城 为人效应 品信为本 落在实处 就是崇光 今天在这里的演讲题目 敬请诸位大人 方家指教监督 不胜惶恐 不胜感激 好